哈嘍大家好,我是当肉 欢迎来到每周Steam特卖单元 这周有许多3A历史新低 以及温馨疗愈的补魔作品 也有让人触目惊心的经典宣游戏 于是我们就来看看这周的特卖介绍吧 战锤4K 贝特塞特 原价599元折扣50% 历史新低299元 并价3500篇左右的90%极度好评 是款战旗策略游戏 在里边玩家将率领卡利昂军士 与他的圣血天使手下们 来对抗泰伦冲突 不过在开始战役之前 我们可以升级指挥官的天赋 来获得各种加成 以及根据不同指挥官的强化 也会连带的加强不同手下 那我们编队或个点数上限 而根据手下点数不同 来限制你能带多少人 看是要精英编队还是海量队伍都可以 那在游戏里边细部数值也有不少 远程武器的攻击距离都最佳化的设计 而每回合能够操作的 除了攻击与防御之外 还能冲锋、警戒、后退射击、反应射击等 而且每个单位都还有动力量表 每当该单位击杀一定数量的敌人 就能做出额外的行动 这款非常还原战锤4K设定的游戏 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 翻译和画上有时会缺制 变成CocoCoco来呈现 不过总体来说不太影响游戏的高品质 击战用病6 境界天虎 原价790元 折扣30% 历史新低1253元 平价5万篇左右的90% 几度好评 这款第三层动作游戏 加速在一颗星球上面有着高级人员 但上面同样也有着许多危机 于是众多戚友与组织 纷纷派出傭兵前去调查 那游戏是采取关卡式的方式来推进 没关斗着不同目标以及敌人 因此为了应对高强度的战役 我们得要经常改装机甲来去应战 这也是游戏的最大特色 那在自定义机甲方面 最重要的零件就是腿部 像是平衡性的双足 快速跳跃的逆向关节 可以刺控的四足 以及高速移动的履带角 选好之后就看你游戏的风格 来去搭配零件 像是重武装防御力高 但相对的移动速度就会比较慢 或者轻武装来场高速对战 那攻击方面则有左右手 左肩右肩共四种类别来装备武器 看是要装备火星、雷射、发射器等都可以 神田川Jagoros 赢件488元折扣70% 历史新低146元 评价300篇左右的85%几度好评 这款竞速赛田游戏 是由开发出《闪乱神乐》之后 团队所开发出来的作品 以架空的精卫来东京作为故事舞台 在这个世界流行着一种主流运动 名叫赛田 四种需要两人合作 一人操控一人攻击的运动 那我们主角妈妈是传说中有名的棋手 令我们主角重景万分 所以从老家千龙东京来追逐梦想 开始了这清凉又刺激的竞技故事 那有法就是跑跑卡丁车到聚赛 玩家能够飘以机器来加速 也能吃到聚来获取特殊武器 像是导弹、防护罩、炸弹等 甚至还能借助跳台在空中360度后空翻 做一些特殊杂技 那本主不管是故事还是游戏性 玩起来都差强人意 但人物剑模式真的顶真的好看 就跟《闪乱神乐》一样 不是拿来玩的是拿来看的 也有许多泳装DLC能够购买 全部都折70% 那本主还有出动画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Mustern Island 原价328元折扣15% 历史新低246元 评价2件片组的86%极度好评 是款类似牧场物语的宝可梦卡牌杀盒游戏 身为训练师爸爸与炼金术师妈妈的后代 为了完成训练而出门闯荡 但谁知道一出远门就不幸惨扎意外 而来到月光岛当中 那起初我们可以从玉山加电火土当中 选择一种自然精灵来开局 然后玩家就可以挖矿伐木除草种田来收集资源 且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制作飞行载具 飞往周边其他岛屿 有的岛屿会冒火 有的则会散发闪电 共击百多做出满特色岛屿等着你探险 而有些岛屿甚至还有地下层 在里边有迷宫也有boss 挑战成功就能获得稀有资源 不过离开初始岛屿越远 所遇到的精灵等级也会越高 届此我们可以期待最多三位精灵来战斗 每位精灵都自带卡牌 而精灵的升等就能三选一选择新牌来添加到牌库里 也能抓捕新的精灵来运用 总继有66种精灵等着你 天说一次笑到期 原价650元 则扣50% 历史新帝325元 评价4000篇左右的93% 几度好评 这款横向动作 外加重点模拟的作品 主角主角明因为喝酒物 是不小心烧掉神灵树中的米池 于是就被流放到鬼岛上 如果不把岛上的恶鬼通通处理掉 将无法回到天界 那有些是很像卷阻的玩法 除了一些基本的技能可以连断之外 也有鱼技可以绑住敌人进行最佳攻击 不过在里边打倒敌人并不能获得经验值 而是必须透过种植稻米 才能提升等级于各方面能力 那这种植流程可谓是极度拟生 这时的游戏刚发售时引起大量讨论 因为要种出高品质的稻米 必须得要松土 育苗 插秧 收成 脱壳 粘米 过程还得要灌溉 施肥 出草 饱作害虫等等 而这一期游戏只会教你大概方向 因此当时有许多人去农业署网站 查找真实的种道流程来学习如何种植 甚至还有人玩着玩着 玩出兴趣来真正的来去下田种米 是款既好玩又有趣的作品 《尸体派对》系列全部都历史新低 讲述天生小学因为模型事件的关系 导致众多学生失踪 而被迫关闭学校 那经过多年时光又有新的学校 重新盖在天生小学的椅子上 那这时喜欢鬼故事的班长与班上八位好朋友 跟一位老师 玩一种名叫幸福的性子游戏 但谁知道仪式完成之后 全部的人都被迫进入天生小学空间之中 那因为这处空间不怎么稳定 哪怕都待在同个地方 有时也会见不到彼此 外加这个地方待久了 精神也会逐渐黑化 友谊的小船就这样开始晃动着 可谓是非常经典的旋影像RPG游戏 那尸体派对的游玩顺序就看图表 初代可谓是经典 也有推出2021初代重制版 想要入坑的可以从这作开始玩 而续作则是接续在初代BetaM之后 想要在现龙光 可惜就单纯强行虚命而已 每况愈下 二代更是挖坑不甜被骂翻 那外传者会建议三部局 玩玩喜欢再购买 那要注意的是 尸体派对系列 全部都没有官方中文 得要另外去找补丁 得要做点功课 才能有比较好的游戏体验 龙雪 原价288元 则扣35% 历史新低187元 评价1000篇主的89% 极度好评 是款至于像补魔作品 男主在圣诞节这天失恋了 于是打算 就这样坐在公园里边 让雪给结束生命 但就在这时 三位女主之一的风箱 用闪着挡柱飘下来的落雪 又邀请对方来到自家所开的 龙雪酒吧做作 就这样开始游戏 那在里边我们会遇到三位女主 分别是酒吧老板 风香 史外有着成熟气场温柔可靠大姐姐 以及有着不凡气质的少女葵 年纪跟主角差不多大 最后一位就是比较孩子气的舞婴 讲话直白的恶魔系少女 那全程聊天过程有pain 还有Life 2D动来动去的表达情绪 就这样随着自己心意来去攻略其中之一 但一条故事线约目两小时左右 Dude Meet Herno原价1199元则扣80% 历史新低239元 评价16万篇主流的91%几度好评 是款第三层动作戏 剧情是在讲述 呃...反正就是恶魔皮又在养 又打算再次入侵地球 而我们的主角久违的见到老朋友 双方就这样激情四射起来 那有法就是跟着任务目标 拿起枪支射杀恶魔 而前进的过程中也会拿到各种枪支 限弹枪、重型大炮、电浆布枪等 而左剑与右剑的攻击方式也会不一样 我们能透过得到素材来升级枪支的冷却伤害 进而打倒强大的boss存在 那恶魔也不仅仅是个敌人 当我们把对方打到失衡 用近战攻击撕碎对方 我们还能回点血量 来让你可以勇敢地往前涂涂涂 是款极度爽快作品 好了啦这期特价就到这边 附上懒人包资讯 悟金疾病残斗症 那我不是有预约拔自食吗 于是我前几天去诊所准备拔牙时 那牙医就看着我的兵力表对着我说 残痘症能够拔自食吗 Kobeo你怎么会问我你不是医生吗 我就说 额...应该可以吧 我上大学时有去附近诊所里面拔过牙 他就默默点了点头带着我去找AKES光 然后又对着我说 其实你的自食挺健康的 要不就别拔了 Kobeo上个月我让你洗牙石 你就跟我说这个自食可以拔 你现在又跟我说别拔了 你搞得我心好慌啊 于是我就说 啊...啊... 好啊 那...那就不拔好了 然后他还收了我一百元过后费没有还我 好啊aus preset 好啊 好啊